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次的神粗报料 这段影片就跟大家讲讲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一些跟进码 今次出赛的跟进码 就是之前出赛的时候都跑得好 今次再跑 第二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些缺货码 热门不稳的码 上一局也是帮大家避免一些 譬如说加州十大有些都说明千八这些码没那么好 现阶段 还有就是逐顶记一些越跑越跌榜的不是中码 那也是那句的 我在这个环节也是想跟大家去警惕 一件事就是小心一些曾经缺过货或者热门有缺点的码 因为大家通常买热门都是拿来做胆 但是这些码一死的话 你中脚又会很痛苦 所以就小心这件事就是 第一我说的热门缺货码 或者不稳定的码 第二不要拿来做胆 第二 拿来做脚又算 第三不要带住 那又不是叫死也不要买的 因为我有时候都会失手 或者有时候会说错 始终我都是人而已 正确的 但是呢 多数七成 最少七成的情况 我说得出来 它都三甲不入了 有时候会扭脚的 所以拖着它就是最稳定的 我希望在这个环节帮大家避到热门的陷阱 好了 最后一点要说完 就是这段影片会补充一些 神粗粗电有改变的码 就要跟大家去说一说 如果大家满意这一条影片 就记得给点赞 喜欢这一条影片的分析 记得点赞 赞爆这条影片 在这里也要多谢365tips.com的赞助 它是AI人工智能预测的准确程度去到八成 而且是可以在7日之内预测到40-60场足球赛事 它们是运用了电脑的AI自我学习方法 多方面深入分析双方的往迹数据变化战术 运用基本实力和最新情报的不同因素 全部整合去预测结果 现在做优惠订阅Best Tips的头七日只需要20元的美金 首先要说一下头场 五班的千八 这一场赛事大家可以看一看 有两只码是淡白色的 一只是4号的电讯奔炮 一只是5号的旺旺宝区 那它们不是说缺货 只不过是一个操线上面有点问题 瑕疵仔 那就是在第一只电讯奔炮 它在2月的时候 这一匹码是停了游泳的 整个月大概的了 我觉得是怪怪的 因为之后它这些码呢 或者之前也有做回的 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么久没有跑 和这一匹码2月的时候 停了一些功夫的情况下 我自己会小心一点这些码 那可能拖了它就算了 另外就是5号的旺旺宝区 这些码原本我都很喜欢的 只不过有一点 令到我原本由正选变配脚 那就是因为这一匹码是辞货的 看回它是2月9号跑完之后 都隔了18天才复货的 去到2月27 看回它之前就1月19号出赛 28号就复货 都是9天内复货的 再看回它呢 今季初第一章 跑完之后又是9天复货的 今次要多一倍的时间 隔了18天才复货 这些码就休息久了 所以我自己会有一些保留 今次我也是拖着它的损数 小小的瑕疵 不是说去到缺货 只不过就是 今次是放缓了小小的功夫 那也是有一些戒心的 那就拖着它吧 这些码都是叫做路程专家 尊重它拖的 好了 第二章 五班的千二 那这一场就没什么特别的 平衡生生生的操现正常 没问题的 好了 第三章 四班的一千 那这一场大热门 现在是过河竞迫 另外有一匹码 现在5点多的位置是大热的 每个版本都挺特别的 只能确定做一只 很奇怪 又是熔尖棚的 又是有一些做飞 好了 那这一场就过了 竞迫落斑 跑它的操现都是没问题的 大家就不需要太多紧张 另外一只四号的 虎高八斗这一匹码就是 它是今次是季内第一次想重化粗的 我记得就是在刚刚 姚本辉有一匹码就是玩具达人 星期日 就是季内第一次想重化 结果跑到第四 看看这些码转了的操现手法 会不会再跑好一点 好 接着再看第四场 三班的千二 这场赛事有只买蓝色的 就是今次出赛 接着买一只10号的致性时机 都说了很久了 这一匹码季初说到现在都赢不到的 有一些是失望的 坦白说 而且莫尼拉跑这一匹码 是没有阿田汤跑那么好 莫尼拉跑有时候 末尼拉跑有时候 没断了几步 它是很适合的 我又不是很喜欢 这一只码给莫尼拉跑的 只要20多元 那都是拖着它算数 我是怕这个骑士 怕得很紧要的 它其实是这一匹码 因为它很油 有时候 没断明明这一只码 我觉得这一只码是有权取第三 但是它就 不断推两步 又过中点 有时候推不推 压线都不压线 那真的是PK 所以我是怕的 这个骑士跑 另外这一场 加映清楚这些也是 位置刚才是一度大热的 我觉得非常可疑 用天鹏踢的马 一会有一只 刚才大热还是位置 但是它几十倍 那一会再看一看 第五场 四班千亿 马上再看 就是10号的正本同心 用天鹏1.1倍位置 大热的 有时候我发觉到 有些马 如果你说有些早飞 又是11元 12元 位置那些 但是它是冷门的时候 有两三成 是在翌日 跑到第三甲 那这些 就大家看 技术 我只是 臨场最多 拖回一票 但是就不会说 拿来买WIN 那些是重心的 做一个参考 好时捷 我真的觉得它千亿嫌短 所以这些马 如果成为大热 我只不会拼它 讀赢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它不是一只 那么厉害的马 对比金转贵人 它的样子 没有那么漂亮 而且 跑的时候 试跑是树尾 我不知道这些 好时捷 好时捷的 上次初出 和金转贵人 对比 我都对比过 都是喜欢那一只 好 第六场 四班的千亿 这一场月球是初过来跑的 但是它的粗练是正常 没有问题的 风筝这些马也是 没有停游泳的 那大家都可以放心 少少少 游戏人间 就 它是跳得疏的 这些马 是因为石马是比较小粒的 跳得疏都跌绑的 这些马也是弱质迁 第七场 四班的1650 那这一场就 我自己觉得 167转过来 1号转过来谷草 1号转过来谷草 6号上次转过 7号也是上次初跑 其实1转过来谷草 应该可以的 我觉得 在姚本辉的角度来说 这些马 均速 和上次 它是均速 而且它是 比较短的马 它是可以支一些 均速马 我简单说 所以我明白 为什么它会转过来谷草 希望可以 另外 就这一场赛事 其他马方面 6-7 都是操练正常 没问题的 所以就不需要太紧张 不过 潘顿达伟达 一次次都好像 不是很容易赢的 即是看到它 对上次赢 竟然是那一只 天作之鹤 很久了 前年的了 所以潘顿达伟达 上一man多了 但是贏了真的很少 接着就是来到第八场 这一场是跑了三班 1000来 你会看到一只紧张大师 也知道我想说什么 不过我今次 我不会攻击它太紧要 因为它的操练 一来是正常 上次还是不正常 今次是正常的 而你会看到这一匹马 这一匹马 就转了配备之后 这一匹马就好了 不要那么急 不过我都不会买它 二十多元 就是买它 那我只会买什么 这一场其实我也想推荐一匹 就是如果你说 在操练上面 是正常 或者神操方面 有转变的马 大家可以试一只 鹿鹿之道再胜 尤其是它有九倍 给你拼 因为这一匹 如果你记得它上季 还是判断骑时 都有一些声尾 都是跟那些当家精神 会有胜负 然后这一匹马上到二班跑 其实它一直搞不定 就是它的僵口的问题 它也是比较重口 但是我看到它做完手术 出来跑 十月尾 就跳回第一货 然后粗两个多月 再出来跑 最后再下草地 骑马其实就是 它是没有那么急口 它是有进步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些马不要那么死口 有时候你放松到的话 其实它转过来 三班跑了千谷 草与炸 那么弱的对手 它真的有权跑得好 这一匹 我觉得它是绝对有权跑得好 对不对 因为对手真的弱了很多 而且这一匹马 真的有进步的 就是它在上季的时候 跑 sorry 今季上一次 跑泥地千二 后上都可以 它都会追两步 那你只会泥地跑湿 所以这些马 如果你说又重口 又不开心 跑得 那之后就会是 比较差 但是它都会追两辈 有一段给你看 那这些马 我觉得 如果你说紧张大师 你觉得 未必赢到的马 那你当然是拨一只六 知道再胜 因为其他马再数下去 我真的觉得 不强 整个队手 不强都去哪 那变相 这一只知道再胜 我看到它的僵口有进步 操练手术完之后 正常回 而且它的手术是做 右后腿掌骨的手术 不是前腿 有时候我觉得 如果你说看伤患 前腿的伤 后遗症是重点 譬如说 有前腿肌腱受伤 那些伤到里面 我就觉得有点害怕 但是后腿的伤 应该没那么严重 所以这一匹马 我自己会认为 知道再胜 排那一档 很好跑 跟着那只 紧张大师跑 反正它是证明过 有一些追港能力的马 它懂得追马 跟着你跑 快披症 它又走得舒服 晚上它跑过的 你不要以为 它第一次跑夜马 它有一次上季跑5月的 晚上去跑沙田 所以 晚上出赛 它不是没试过的 我不怕 这一匹马 我觉得是开若薄的 只要你说 初出的巴薩洛瓦 很急 超级急 所以我觉得它 还没适应得很好煮 好了 大致上这么多 这段影片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大致上 跟大家分享了 一些缺货马 跟着马 以及一些 操练 以及一些改变的马 提醒大家 的赛事 是6.9开炮 9场赛事 祝大家赢得多些 好了 致走前 记得点赞 以及分享我的频道 补赛事 下次再和大家谈计 下次再和大家谈 booming